有人让我复刻一下山姆的蒜香乳酪包 那我试着根据我看到的样子复刻了 味道很惊艳 为什么呢 主要我没有想到啊 蒜香包和乳酪特别的搭配 我也分别试了两种做法 一种是加生乳酪馅 另一种是乳酪和面包一起烤熟 最后再来对比一下 看看哪一款更好吃 在做今天的面包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做一块老面 这个老面呀 是可以提前做好 在冰箱冷藏里存放5天左右的 什么时候用都可以 添加在任何面团里都行 非常的方便 而且添加了老面的面包呢 更加的蓬松柔软 还会有更多的发酵的香气 先使用清水加入酵母 把酵母融化掉以后呢 加入中筋粉或者是高筋粉都可以 我今天呢 用了粗敷的全麦粉 代替了一半的高筋粉 你也可以全部用高筋粉来做啊 然后混合成团 把它放进冷藏 至少一晚上再用 我这是放了三天的老面 然后取出来50克 老面的添加量一般是 煮面团面粉量的15%左右 那按照我今天的煮面团的面粉量 你能算出我的老面添加了百分之多少吗 老面先用水化开 接着加入酵母粉 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 再加上我们手揉的时间很长 所以酵母粉不要放的太多 最多最多就是面粉量的1% 那我今天用了250克的面粉 我可以用到2-2.5克的酵母粉就行了 然后加入250克的高筋粉 20克的细砂糖 在手揉的刚开始阶段呀 它会非常的粘手 所以我们提前准备好一点清水 和一个刮板放在旁边备用 然后这个时候啊 用手把干粉先抓散 一开始不着急把它揉成一整个团啊 先抓散 抓成这种面絮状 让每一个小面团呀 都可以均匀的去沾取面粉 这样的话你的面粉和水呢 才能混合的更加的均匀 然后可以用刮板去辅助 把盆壁上的一些干面粉 刮到中间收拢 然后抓取的差不多了 成面絮状了 我们就可以慢慢揉面了 底部还有一些干粉 这个时候就可以沾一点水 然后把这些干粉呀 都给它揉进面团里 稍微下手揉一揉 把中间的一些比较粗的面疙瘩 给它揉开 简单的用手去擀支一下 这个面团里边没有非常粗的面疙瘩了 然后再用刮板 把碎面团收到中间 这个时候呢 盖上一个潮湿的布 我们给它松弛静置20分钟 在松弛的过程中 也是面粉和水的水和的过程 那经过了20分钟以后啊 这个面团有一点点发酵 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手上沾一点水 拉扯一下这个面团 可以发现它已经有筋度了 这就是松弛了20分钟的效果 那这个面团呢 我们现在给它翻过来 粗糙面朝上 今天的黄油量不大 所以面团成团以后 就可以直接加入黄油了 接着在这个时候 我们加入盐 然后就可以开始揉搓面团和黄油 尽量的把它抓开 开始揉的时候 因为有黄油的隔绝 所以不是很粘手 所以这个时候啊 是非常的油亮 我们要把这个黄油呢 及时的揉进面团中 面团啊揉进去以后呢 它就不会这么亮了 也可以放在案板上揉面 现在放在面板上的话 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刚放入黄油后 首要的目的就是 把这个黄油尽快的搓进面团里 那这个时候呢 不要怕把面筋给搓坏了 一定要把面团搓烂 使劲的揉烂 慢慢的这个面团啊 就看不见油光了 刚开始的时候 它不是很粘手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啊 唯有长根有一点点面 其实呢 还不是很粘的时候啊 但是等你再揉一揉 把黄油完全吃进面团中以后呢 这个时候再去揉搓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点粘手 很多人呀 在这个阶段就会产生自我怀疑了 觉得好像面团已经揉坏了 怎么这么粘手啊 没有关系啊 我们继续的往下搓 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两个手啊 其中一个手尽量的保持干净 那只有四个手指头粘着一点面团 没有关系啊 那另一只手呢 就是拿掌根去搓 我们现在看到我的情况就是 尽量的保持右手的干净 只有手指粘了一点面 那左手呢 是掌根粘了一点面 然后不停的拿刮板 把四周的碎面给它刮回来 这个时候啊 其实你能看出来 这个面团虽然是很粘手 但是当你把面团提起来的时候 它是成团的 它不是说特别的往下流动的那种感觉 这个状态是正常的啊 开始粘手 但是在我们长期的一个揉搓的过程里呢 它就会慢慢的产生面筋 然后你看我现在抓这个面团 它就是连在一起的 而且不会特别的摊在面板上 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去量一下你的面温 不要超过26度 在你揉好之前 一定不要超过26度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来摔打面团了 因为你长时间的揉搓的话 尤其是夏天啊 特别容易把面团给搓热 搓热以后呢 面团就会变得很粘手 不可腻了 那现在呢 我来摔打了大概3到5分钟 它已经非常的光滑了 你们看我手指上粘的这些面团啊 一丝它就是成片成片的掉落 说明它现在已经是很有弹性了 这个面团我们现在不要去扯膜 把它滚圆以后 先盖上潮湿的布 松弛5分钟 5分钟以后先来量一下面温 我这个面温在手揉以后是28度 它是在一个临界点上了 再超过这个温度的话 面团状态就会很不好 那我们来扯一个膜看一下啊 它是不易破的 扯破以后破口是圆的 破口呢也比较光滑 那我们拉伸这个膜呢 它不会往下垂往下流动 它这个面团呢 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面团的状态 你看我现在抓的这个面团 它也不会非常强烈的往下流动 现在把这个面团滚圆 然后在室温下发酵 这个时候盖上一个碗 不要接触这个面团的表面了 我今天的室温下发酵了50分钟 咱家的室温上27度 一般使用干酵母粉 在这个温度下发酵的话 是一个小时左右 那我的出面温度在28度 算是一个比较高的出面温了 所以我发酵就提前了10分钟发好了 这个时候撒上一些干面粉 手掌拍一下这个面团 把大气泡除掉 不要拍的太扁 也就是说留一些小气泡 只是拍掉大气泡了 然后拍遍以后呢 平均分割成6份 每一份大概在85克左右的面团 我们要做6个蒜香乳捞包 分割好以后啊 就可以用电子秤来量一下每一颗的面团重量 多了就去掉一点 少了就切掉别的给它补一点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每一个面包 它大小都是一致的 如果是售卖的话 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啊 我们分割好面团 手上沾一点面粉 先给它拍扁一些 然后折叠过来 用光滑面包裹住面团 滚圆 依次把6个面团全都滚圆以后啊 我们要在室温下给它松弛25分钟 如果你的室温超过30度了 甚至是35度了 那你要把这个面团放进冷藏里去松弛 时间到了 现在可以来最终的整形 手上沾一点面粉 取出一个面团 取出来面团以后 我们把剩下的面团还要盖上潮湿的布 让它保湿 如果你的面团不注意保湿 让它表面干燥了 那你做出来的面包表面有可能会开裂 面团拍扁以后不用擀面杖了啊 直接给它翻过来 做成一个比较窄的梯形 从上到下卷起来 卷成仿锤状 我们八个手指啊 要让它中间鼓起来 往下卷 收拢着往下卷 卷紧一点 也不要搓得太长啊 长度大概在12到13厘米就可以了 取一块棉布 喷上一些水 让这个棉布保持非常的湿润 另外准备 干烙粉和低筋粉2比1 调匀 把面包放在湿布上 表皮粘湿 再去沾取干烙粉 厚厚的沾一层 全都处理好后 面包放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去发酵 那我放在烤箱里发酵的话 底下要放一盆温水 发酵的温度在36到38度 在面包发酵到一半大的时候就要取出来了 我们要预热烤箱了 这个面包的整形有两种啊 就第一种呢 就浅浅的割一个口子 挤上蒜香黄油 直接拿去烘烤 第二种呢 就是深深的划一刀口子 先挤上乳烙馅 再在乳烙馅上挤上一层蒜香黄油 然后再拿去烘烤 那这两种不同的操作烘烤出来的面包呢 无论是从外形还是在口感上都有一些区别 割口深挤了乳烙馅的这个呀 烤出来的面包稍微扁一点 割口浅 只挤了黄油的这个面包呢 就会稍微鼓一点 那最后啊 我们再把这个蒜香面包给它切开 直接把乳烙馅挤进面包里 这是最后挤上生乳烙馅的面包 那它的口感呢 比熟了的乳烙馅更加的丝滑 乳烙的香气也会更纯粹一点 接着给你们附上乳烙馅和蒜香黄油的做法啊 其实都特别的简单 按屏幕上的比例呢 把奶油奶酪加上细砂糖 再加上一些牛奶 把它先用热水啊 隔热水软化 软化透了以后呢 拿出来用打蛋器稍微的一搅打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顺滑了 如果你喜欢更香浓的口感呢 你可以把牛奶换成奶油 它的口感就会奶香味更浓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直接拿牛奶来制作就行 接着呢 就是蒜香黄油 软化好的黄油 再加上一点盐 再加上蒜蓉 再撒一点欧芹粉 其实呢 把香菜的叶子 或者是小香葱的叶子 细细的切碎 放进这个黄油里 也可以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香 解腻 颜色也会更好看一点 这就是两种蒜香乳酪包的做法 左边的这一款呢 更加的圆润一点 右边的直接烤熟的乳酪的这个做法呢 会稍微扁一点 然后切开也能看出来啊 这个 中间加了生乳酪的面包 它的乳酪的质感更丝滑 更软 那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左边的这一款 大家也可以两款都试一下 或者是信任我的话 你也可以只试左边的这一款 你可以把它密封起来 放进冷冻里 下回吃的时候 拿出来复烤一下 口感呢 就会和刚烤出来的 没有什么区别 今天的视频很长 我希望你能耐心的看完 并且动手去做一下 它真的很好吃 相信我啊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期见 拜拜